每股资产准值是衡量股票价值的工具之一 计算方法是用公司的总资产减总负债 然后随意总股数 结果可以反映公司股东在公司资产中所占的实际权益 假设公司总资产是100元 总负债是0 总股数是100股的话 公司的每股资产正值就是1元 即是每股拥有1元的净资产 正常来说排除其他因素之后 合理股价应该是1元 不过实际上公司的股价是由市场决定 每股资产正值不一定要等于公司股价才是合理的 举例来说科技公司的价值或者潜力 主要来自它研发中的技术甚至专利 不过这些价值很难在账面上完全反映 以最具代表性的腾讯为例 它的每股资产正值得20元左右 但它的股价就远远高于20元 造成这个差距的主要原因 正正是因为市场预期 一些未完全发挥赚钱能力的研发 甚至刚刚起步的产品 在将来可以为公司带来巨大的盈利增长 今次投资者千万不要单靠每股资产正值 去衡量股票的价值是否过高 要收集更多的资讯 才可以作出适当的投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